预制菜实在是玩的太发了 今天机密同日餐厅里面一个蛋包饭做法 首先他们用的是这种预制的酱油蛋炒饭 袋子打开把它倒入锅里 然后什么条件都不用给 在锅里这样翻盏腾挪 加热个二十来秒就O了 这时再来把葱花搞里头 客人如果看见这个新鲜葱花 拿着想得到吃的这个蛋炒饭竟然是预制的 接着把它装在码兜里面稍微压紧实一点 拿个盘子把它一扣倒在盘中 不是专业人士 你能看出这是预制蛋炒饭吗 接着锅里倒入鸡蛋液煎个鸡蛋饼 两边煎至金房 铺在这个预制蛋炒饭的上面 再按口味要求 挤上沙拉酱或者是番茄酱 一份沙拉蛋包饭 哪儿得一下就做成呢 同事说以前新鲜线炒 一份最低需要十分钟才能炒好 现在不到三分钟就做好了 大大的提升了出餐的速度和效力 你们速度是快了 可是我发同样的钱是想吃新鲜线炒的 而不是这种保值期一年的预制冰冻货呀 接着他们订了一个浏览烧头豆也很奇葩 用的是这种里面带有防豆的预制浏览宝 把这玩意儿到锅里加一点水加热 再把提前蒸熟的头豆搞里头 来上一点生抽老抽鸡精 收支勾勾欠即可起锅装盘 所以大家碰到浏览烧头豆里面带有防豆的 大概就是这种预制才做的了 现在真的是万物皆可预制啊